暑期党的小尾巴迎来了马天宇和杨子的新剧《我的莫格丽男孩》 从《消灭沉沉静如霜》到《亲爱的热爱的》 杨子成功带火了邓伦和李宪 很多观众都觉得这部剧将是马天宇的翻身之作 然而《我的莫格丽男孩》播出好几天 依旧反响频频 而且杨子及其工作时微博对这部剧没有任何形式的宣传 和前几部剧杨子发动大半个娱乐圈 帮自己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身为男主的马天宇则十分尽职尽责 每天都会在微博上对电视剧进行相应的宣传 9月1日 马天宇中午发了一条微博 但最后删除了 稍后又发了一张假笑男孩的图片 网友纷纷猜测难道两人已经闹掰了 随后有知情人士爆料称 杨子之所以不配合新剧的相关宣传 是因为范围问题 当初这部剧是定的一番是马天宇 杨子爆火后团队不满范围安排 所以才不配合宣传 对此粉丝解释称 杨子已经配合剧方完成相关物料的拍摄 不发布宣传是因为拍戏太忙了 马天宇7月份生日的时候 杨子还送上了祝福 并且提到了新戏 不存在闹掰的可能 原因究竟如何 只有杨子团队心里清楚了